你吃就吃啊 喂 爸 我现在不方便食品通话 怎么了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就是 吃不到你做的饭 我想想就馋 没有没有 我吃了 我真吃了 就是 我是吃多了 我真的睡不着 是 是那个 我们那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吴大夫 他 他不是看我一个人过年吗 他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 特别好吃 你们怎么样 妈呢 睡了 这大过年呢 他也不跟我说两句 好 有机会在视频通话啊 没事 不用 反正我跟他说也在吵架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啊 好 改天视频 你这个 梁晓敦排骨也炖太久了 这排骨都炖烂了 还有这青菜 真的 没放盐啊 我跟你说这个腊肉吧 他得先蒸十分钟 然后再往油边 不好吃就别吃了 明天听你的 我重新做 你 你不会又要哭了吧 我做的菜 也不至于这么难吃吧 你可千万不要再哭了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 哭的话对你胎儿症 特别地不好 你怎么就那么烦呢 你就是大过年了 你要不是因为我 你不就跟佳琳在一起了吗 我不就想跟你说说谢谢吗 就是我拖累你的 对不起 本来我就没法回家过年了 做个伴呗 我跟你说我就是太焦虑了 我特别地没有安全感 我每天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偷像这样发疾疾 你知道吗 我听得到 你一定特别害怕 其实 我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的 所以态度不好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比我更难受 我都能理解的 但是我知道 我以后听你的 我好好吃饭 总强抵抗力 我耐心等待 我会好的 我会好的 宝宝也会安全的 会的 一定会的